2015年12月 在河南省一个小村子外围的田地旁 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 正独自一人站在坟墓旁边进行祭拜 而这座坟墓的墓碑上清晰地写着 里面埋葬的正是这名妇女的丈夫 外人不知道的是 她的这名丈夫早在17年前就被人杀害 这名妇女为了将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捉拿归案 竟自己组建了一个情报网络 害死她老公的5名仇人 已经有4人被这名妇女送入了监狱 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使得这名妇女的丈夫遭人杀害去世 这名妇女又是如何做到 凭借着一己之力将这些凶手逐一追查到的呢 要想得知这件事情的原委 还要将目光看回到1986年的河南省相城齐坡村 一个名字叫做李贵英的农村妇女 和一个叫做齐元德的男人 在当年结为了夫妻 齐元德在村子里面是出了名的老师肯干 同时又是村里面一所民办学校的特聘老师 经过夫妻二人多年的努力 在1997年家里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齐元德原本在家中经营着一个制作博丁的作坊 就因为他是肯干近些年来收入增加 齐元德的博丁小作坊 是越干越大后来成为了村子里面的一座博丁工厂 齐元德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汇集自己的左邻右舍 这个工厂里面干活的工人 大多数也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 随着工厂越来越红火 这些在工厂里打工的村民收入也越来越多 夫妻二人也很快成为了村子里面的名人 李贵英也在当年评选为了村子里面的妇女主任 这一家人的日子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结果意外也在此时很不凑巧地来到了这个家里 在1998年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三 李贵英和自己的丈夫齐元德 当天早早地出了门去 李贵英在姐姐家里面走亲戚拜年 农村的过年气氛十分浓郁 李贵英夫妇二人在亲戚家里面聊得也很尽兴 直到当天傍晚齐元德 才带着自己的妻子李贵英回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子 在路过自家邻居的院门口时 热情好客的邻居招呼李贵英夫妇过来做一做聊聊天 齐元德因为还有些事情 就挽拒了邻居的邀请回到家里面自己忙碌去了 李贵英则是笑着答应了邻居 在邻居家里面很高兴地聊起了天来 农村没有什么特别盛大的娱乐节目 邻里之间聊的都是村子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别人家的家常理短 因为过去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并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就在李贵英和自己邻居谈得正高兴的时候 一个名字叫做齐学山的同村居民 在路过这户人家的时候 隐约间听到里面正在聊天的村民所说的话 涉及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在门外又听了一会儿觉得 屋里面这几个女人的谈话似乎在嘲笑他们家 于是就怒气冲冲地跑进去 特别是看到一起聊天的几个农村妇女当中 李贵英就在其中 这个叫做齐学山的男子 一看到了李贵英好像情绪就更加愤怒了 直接当众指着李贵英大声辱骂了起来 李贵英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是骨子里的倔强 当然不允许她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被人侮辱 于是就开口反击 几个人从屋子里一路吵到了院子当中 那个名字叫做齐学山的男子 在争吵之中好像情绪越来越激动 竟然想要对李贵英这个女人大打出手 好在当时邻居家的屋子里 还有很多人七手八脚地就上去阻拦 这也使得这个农村小院子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当然也有一些村民跑出去通风报信 没过了一会儿齐学山的哥哥齐金山 带领弟弟齐宝山 齐海英 齐阔君三个人也赶到了 这三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手中都持有利刃 现场的人们见到这个样子 也被吓得有些惊恶不知道该做出如何反应 在几个人的追打之下 李贵英也只得在院子里面一边大喊着 杀人了一边逃跑 可奈何他跑得再快 也架不住这一共足足有五个人的围攻 十几分钟之后 李贵英浑身上下多处受伤 据当时现场的目击者 反映李贵英腹部受伤极为严重 连肠子都跟鲜血一起流了出来 在这个时候 李贵英的丈夫齐元德终于赶到了现场 看到自己的妻子 被这五名壮汉如此这般殴打欺负 齐元德就算平时 在老实 此时此刻也是目不可遏 从路边抄起来的一个扁单跑进院子 就和这五个人扭打了起来 然而毕竟对方人数众多 而且手中的家伙也凶狠许多 齐元德也被打得浑身是伤 夫妻二人的反抗 反而让前来行凶的这五个人 觉得更加愤怒 于是 以齐学山为首的五个人 开始下手愈发凶悍 在一段时间之后 还将其原则打倒在地 而在这时 这五个人当中领头的齐学山 扔掉了手里的棍子 从一旁自己的弟弟 手中拿过来的铁锹 对着齐元德的头就一顿猛锹 同时还大声出言辱骂 一时之间 整个院子被砸得是鲜血飞溅 齐元德的头部 也是早已血肉模糊 等到齐学山算是发泄过怒火 就带着自家兄弟 几个人扬长而去 这时候村民们才赶上来 帮忙把这夫妻俩 抬上了一辆农用三轮车 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了医院 要说 这两家人都住在一个村子 也算得上是地的武警抬头剑 为什么就因为隔墙厅的 那么一点点闲言碎语 就导致两家人 爆发了如此严重的冲突呢 为何齐学山 他们一家几兄弟 还直接如此愤怒地 朝着齐元德和李贵英 这两夫妻直接出了死手 显然这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后来有村民回忆到 当天聊天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 齐学山他们一家人 前不久刚刚被寄生人员 登门罚款 因为他们一家当中 几兄弟都存在着超生的问题 齐学山等五个兄弟都认为 他们这个村子 对于超生这件事情 向来都是民不举官不就 而在这一天 寄生卫生部门的人 亲自来到他们家 进行调查和罚款 显然是受到了 其他村民的举报 企业家一家人想来想去 进行这举报的 最有可能就是李贵英这个人 齐家之所以出现了 这样的逻辑 那是因为在超生 这件事情之前 两家人还爆发过一次 比较激烈的冲突 那就是因为 两家的宅基地 在划分上存在着 界限不明确的问题 而且两家在当时 就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 村委会进行了多次调解 但是两家的关系 算是彻底闹僵了 并且最终的调解结果 两家人都不是很满 所以 齐雪山他们一家就觉得 自己家里面的几个兄弟 因为超生问题 被举报 很可能都是李贵英做的 再加上李贵英 在一年前 获得了村委会妇女主任 这样的一个职位 这让齐雪山 家五兄弟 更觉得那个多管闲事的人 很可能就是李贵英 而李贵英做这些 也是有目的的 那就是报复 在宅基地 划分这件事情上的不满 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潜质的原因 所以 在齐雪山路过 那栋院子前 听到了里面 传出模糊 和自己家有关的话语 并且说话者的声音 好像还是李贵英的时候 就一心认为 李贵英是在谈论 他们一家几兄弟的事情 并且 还是用着很嘲讽的语气 在进行着讨论 齐雪山在大脑里面 想象到这些画面之后 就是越来越气愤 然后就冲进了屋子里 随后 还有村民跑到齐雪山 他们家说 齐雪山被人打了 于是就格外情绪激动地 拿起了家里面的一些家伙 也就导致了 后来那种恶劣局面的发生 李贵英和丈夫 被送进医院之后 医院方面 马上进行了抢救 李贵英虽然看起来 情况也很严重 但实际上 对方造成的创伤口并不大 只不过 失血较多 医生们进行了 伤口的消毒缝合 然后进行了一些 书写治疗之后 李贵英的身体情况 就是基本上稳定住了 而李贵英的丈夫 其原则的情况 就不如乐观了 在被抬到医院之后 医院的大夫 看着其原德整个头部 已经严重变形 原本在头颅内的黄白植物 已经洒得到处都是 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后 已经完全失去了 任何生命特征 被当场宣布了死亡 但是因为李贵英 还在住院接受治疗 当时陪伴在身边的家属们 还不敢告诉李贵英 她的丈夫其原德 已经死亡的事实 后来 李贵英能够从病床上 站起来进行行走时 没能从医院 找到自己丈夫的身影 家属们为了防止李贵英 知道真相之后 情绪太过激动 就继续编造谎言声称 其原德实际上 没受太重的伤 因为身子 古英坚持要求出院回家 并且说其原德 还在出院前看了李贵英 但李贵英 当时因为身体虚弱 还陷入到昏迷当中 并不知道 李贵英当时 已经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毕竟在李贵英 昏死过去之前 还是看见一个男人 拿着铁锹 朝着自己丈夫头部猛砸 几周之后 李贵英的伤口就恢复得很好 在拆了线后出院回家 这是亲戚们才告诉李贵英真相 李贵英悲伤至于 马上就想到 不能让自己的丈夫 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于是马上就来到了 乡镇的派出所进行报案 最后警方派出了几名警员 在李贵英的带领下 前往了齐学山 他们五兄弟的家里 可接下来 让李贵英无法接受的一幕 就是整个一家院子 外面的大门 已经紧紧地锁了起来 一开始 警方还是觉得 里面的人 还想进行躲藏或者赋予顽抗 其中一名警员 翻身跳进了月墙里面 大声地呼喊着几个人的名字 结果都没有得到回应 经过了一系列 对于现场的勘察警方 最终得出结论 齐学山等五兄弟 在案发之后 早就已经全家逃离 如果想要将他们抓捕归案 还需要公安机关 进一步地调查 李贵英听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自然是悲伤不已 在当时 李贵英也没有想到 有什么办法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 往公安局 跑询问案情的进展情况 这一天公安派出所的业务 比较繁忙 李贵英的左卫 又为让一名负责办事的警员 不太愉快 这名警员就随口说了一句 现在警方掌握到的资料 实在是太少 根本无法确定 他们的行踪 说是李贵英 要是知道 他们去向的确切线索 报告警方这几个人 警方用不了多久 就会把他们捉拿归案 这说着 无心听者可却有意 李贵英马上就意识到 全国在当时有着 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 可是不少要全靠着警方 一件一件调查 那不知道要排到猴年马月时 而且这时候李贵英想到 既然其家人一家人全部跑路 那么想要查到他们的线索 反而简单了一些 因为当时就已经有 许多的农村农民 开始选择跑到 其他的城市打工来赚钱 李贵英在当地 也算得上是 有几分面子 跟大多数村民关系都比较好 于是李贵英就用谈家常的方式 一个给一个给这些 在外打工的邻居朋友 等等打去电话 因为像其家人这样 拖家带口的去打工 显然不可能是 像无头苍蝇一样 乱撞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是完全的化整为零 终于通过自己的 这些人脉和关系网 在1998年的3月 此案的主要嫌疑人 齐雪山就已经被警方抓获 在半年之后 齐雪山的一个弟弟 也是参与了此事的七宝山 同样被李贵英找到了线索 在报告给警方之后 也被成功抓捕 而接下来就剩下 齐家另外三兄弟的 有效线索了 而这三兄弟历来 偷鸡摸狗据说 还曾经放下过前科 似乎对于流窜这种事情 非常的熟练 当然李贵英家里面 发生的事情 也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电话 以及村里面其他人的谈话 传到了这些 身在外地的村里人的耳朵 这些人并没有对李贵英 表现出反感 反而主动的希望 帮助给他提供线索 就这样依靠着亲情友情 以及掌恶扬善的信念 在李贵英一手的组织之下 一个由邻居朋友亲人 组成的巨大情报网 就这样展开起来 终于这样一张情报网 开始发挥起来了他的力量 在2000年 有人向李贵英表示 曾经听说 其家剩下的三兄弟 在新疆从事货车物流的工作 李贵英当时很犹豫 毕竟河南距离新疆 有着上万里的距离 这一来一回光是路费 都要不少钱 李贵英想着又觉得 自己的丈夫的冤屈 还没有完全得到伸张 咬咬牙一狠心 就坐火车前往了新疆 进行了几番遵守之后 李贵英用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买到了返程的火车票 这一次李贵英 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 一直到了2011年 李贵英收到了一个 很陌生的手机号码 这个号码据称是来自于 已经在外逃亡多年的齐金山 李贵英不敢妄动 把这个短短的号码交给了警方 几个月之后 警方传来了一段视频 交给李贵英进行辨认 李贵英从视频画面中 发现那名男子 就是逃亡藏匿多年的齐金山 警方抓捕齐金山的过程 还算比较顺利 但同时警方也告诉李贵英 之所以齐金山的信息藏匿的如此之好 是因为齐金山和还未落网的两个兄弟 都已经是更名感性 恐怕通过一般的方式很难寻找到 不过好在 齐金山知道齐海盈的电话 经历了几次确认之后 警方在2015年11月中旬 也将其抓捕归案 当年行凶的五个人里面 还仅仅只剩下最后一人 在外流窜 李贵英这17年 不断地通过自己组建出来的 这样一个情报网到处调查 到处追击凶手的故事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河南当地媒体 把李贵英的这么多年的遭遇 完全报道了出来 同时也报道出来了 最后一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一些基本信息 在半个月之后 情况就出来了好消息 最后一名齐家兄弟 被多人在河北目击警方 对其进行抓捕后 发现正是那名逃亡多年的犯罪嫌疑人 李贵英虽然因为这次事件 用了17年的时间到处追查凶手 但是他作为一个母亲 别给他身边的五个孩子 做出敢于追求真理的一个榜样 李贵英的五个孩子当中后来 有三人都考入了 政法类大学学习法律 他们的孩子都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将来能够光明正大的 调查天下的旧案冤案错案 让更多的再逃之人落入罚网 未受到冤屈之人得以昭雪 因为我们都可以订为